台北股市上周爆出了6000多亿元的天亮之后 今天指数又再创下了新高 电子金融传产三大族群的进攻之下 指数是开高一路的往上走高 尾盘大涨了272点 以最高点17572点收盘 联发科占稳了千金 联电股价也创下20年来新高 海盗船左摇右摆 就向台北股市高档震荡 26号强势再创新高 一开盘以17378点开出 随后指数不断攀升 尾盘更大涨272点 中长以17572点作收 再次写下历史记录 三大法人总共买超台股201亿 早期投那个钢铁股就是大牛股 没想到今年变这么好 晚八我看应该是没问题 因为这个资金太热了 连小股民都信心爆棚 看大盘会直奔万八 26号全职股强势回神 联发科一度飙高到1090元 写下历史新高 中长以1070元作收 站稳千元大关 而受惠与产能持续吃紧 联电股价飙高收在61.8元 创20年新高 涨幅更是超过了8% 第一季的财报表现应该是会相当亮眼的 所以这个市场预先的这种超前部署的买盘 在今天就开始进场了 联电的大涨也带动了像是联发科 像是台积电 不止电子领头冲 传产同样红通通 航运股同步进攻 货桂三雄 阳明 长荣 万海 全都锁住涨停 金融股走势也转强 开发金开高走高 尾盘亮灯涨停 而富邦金 新光金的涨幅也超过了4% 不太敢再去追传统产业的资金 转移到了金融股 只在3%或2%以下的话 你要纯粹因为它的股价低 所以跑去买这只股票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 电子航运金融起涨 也让台北股市百花齐放 天亮过后大盘再创新高 东森 财经新闻学竹 柯黄明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